哈囉我是蓋伊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重訓菜單 重訓菜單是什麼? 就好比你再學時期 聯絡部後面的課表有沒有 禮拜一數字字字 禮拜二國術數音 禮拜三美美重數 超懷念的耶 還記得以前只要隔天有體育課、美術課 我那天就會特別想去學校 那同樣的重訓也會有菜單 禮拜一練哪些部位 禮拜二練哪些部位 隨著訓練專項、訓練時間、目的性、功能性的不同 每個人他的課表都會長得很不一樣 就好比念理科的數理課程就會多一些 念文科的語文課程就會多一些 一樣的道理 純健力純健美兩期 對於課表菜單上的安排也會有所差異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重訓菜單 告訴大家其原因為何 為什麼我要這樣安排 首先每個人的重訓時間都不一樣 有些人一週練兩天 有些人三天 好一點的練四到五天 一年365天每天都在練的也有 我自己是屬於441 就是四天練全身 其他的輔助項目例如彎舉、飛鳥、引體、花川等等 則是使用大約8-12RM的重量 以提升肌肥大為主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重訓菜單是 第一天胸加二頭 第二天腿 第三天肩上斜方三頭 第四天背加腹肌 接下來的四天一樣 第五天胸加二頭 第六天腿 第七天肩加三頭 第八天背加腹肌 第九天就是我的休息日 蹲舉擺在練腿日 硬舉擺在練背日 臥推擺在練胸日 看到這邊大家第一個疑問是 欸? 練胸那天不是應該配三頭 練背那天配二頭嗎? 就像我之前說的 每個健身者都會有自己的重訓菜單跟客表 有些人覺得練背那天會吃到二頭 練胸那天吃到三頭 所以他應該擺在同一天練 但有些人會覺得練完背 手臂整個無力 沒有辦法好好的訓練二頭 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的做法是 選擇在該肌群最佳的狀態下去鍛鍊他 發揮最佳的訓練效果 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我的安排是胸腿肩背 首先雖然臥推主要練胸 但是他的協同肌會是三腳跟三頭 所以當你練完胸 三腳跟三頭也有可能造成延遲性痠痛 然而鍛鍊後的肌肉 大約需要48-72小時來恢復 所以這使用程度的多寡 恢復時間也會有所差異 所以肩跟三頭我會刻意間隔一天 再來做訓練 同樣的原理 深蹲日會吃到大量的寬腿肌群 所以硬舉也會跟深蹲間隔一天來做 另外如果要把每塊肌群的訓練動作都猜出來講 那又有太多東西要講 好比說練胸就有 胸胸臥推 上胸臥推 夾胸推 夾胸飛鳥 練個二頭一樓 直中彎舉 導臥肌群 上鞋彎舉 鞋板彎舉 蜘蛛彎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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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東西要說 所以之後我再針對我每個訓練日的使用動作來跟大家分享 最後我要說的是 每個人的目的不同 基因不同 你的重訓課表不適合我 我的重訓課表也不一定適合你 提供給大家只是想把重訓菜單的安排原理 分享給大家認識 我這個兩期重訓菜單也是經過自己不斷的調整過後 才慢慢成型的一個屬於我自己個人的重訓菜單 是不是完成型還不知道 也許哪天會出現一個 兩期超重訓菜單也不一定 可以參考 但是不要照單全收 我這種練八天修一天的訓練方式 調整不好的話 很容易就會過度訓練 一般剛接觸重訓的朋友會建議大概 一週安排四到五天較為恰當 最後千萬不要忽視了休息以及營養的重要 好好休息好好吃飯 如果平常忙到真的沒有時間吃飯的話 MyProtein提供了非常多樣性的補習品選擇 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 有需要的朋友歡迎去逛逛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祝各位能夠順利訓練愛上健身 我是劍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